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那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 那深圳的特区呢 自从成立以来 到2020年的8月26日 已经满40年了 为什么说现在提到他的庆祝活动呢 但是呢 8月26日这一天 以及这一天的前后呢 可能是因为中央领导人习近平啊 或者其他人啊 反正就是一个全局的安排 应该是时间上安排不开吧 然后呢 就一直到最近呢 才有计划进行这个40周年的庆典活动 到时候呢 习近平会到深圳来的 那配合这一次的庆典活动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 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题目就叫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然后括号是2020到2025 那这个五年的一个实施方案 那从这个方案呢 能够看出来 中央呢 将会给这个深圳呢 更多的改革自主权呀 同时呢 这也是为习近平啊 将要来参加40周年的庆典 以及他来了以后呢 对深圳呢 进行一些个巡视 以及对这个大湾区呢 会进行一些调研 就是历史上我们呢 经常说邓小平经常是南巡 对不对 那习近平呢 也秉持了这个南巡的传统 邓小平每一次南巡的时候呢 都会有特别重大的政策 都会对经济呀 还有科技呀 各个方面呢 就对整个的中国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那这一次习近平南巡会不会对中国呢 有很大的改变呢 那现在呢 不论是国内呀 国外呀 都相当的关注 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呢 就是深圳呢 将一如既往的 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将是中国科技的领头羊聚集的地方 那习近平这次到深圳来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呢 他一个重点的内容呢 也会去考察或者视察深圳的科技园区 肯定是会去华为了 对吧 现在中国的一个科技方面的核心任务 一个重点的工程呢 就是加强中国的这个芯片的开发 光刻机的开发 并且呢 要在芯片呀 这个方面新材料要进行突破 我感觉呢 中国有可能会在这个量子材料 量子技术 以及这个石墨烯方面呢 会有所突破近几年 会成为将来世界上在这两方面会是一个领军地位 那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 就是中国在热火朝天的准备好了 深圳特区40周年的庆典活动 以及习近平南巡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了香港方面 香港呢 苹果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啊 它说呀 习近平南下深圳 加醋大弯曲 吸死作用 专家 冒号 香港江区弱化 那它这里面呢 就酸溜溜的呀 说了很多的话 就是说呢 中国中央政府呢 想大力的扶植深圳 在深圳呢 不管是科技呀 金融啊 贸易呀 这些方面呢 都要大力的发展 既让它成为一个内循环的关键部位 也让它成为一个外循环的一个关键部位 这样一来呢 就会来弱化香港 你听出来了吗 不是 中国的中央政府有没有 有意来弱化香港 有没有 香港历来都是中国中央政府 中国 中国全国人民 对吧 清全国之力 来打造的一个 中国最繁荣的一个前沿 对不对 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脸面 对吧 全中国 都做出来很大的牺牲来支持香港 但是 我们的香港同胞 他们身在福中就不知福 对不对 一天到晚呢 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家长呢 来宠这个孩子呢 他不认为说家长呢 是宠你 他是认为呢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大宝贝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大宝 他本身呢 跟别的孩子呢 他就不一样 别人呢 就应该来哄着他 供着他 对吧 他觉得呢 父母啊 或者大家庭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他给带来的 他就不想让你再占我的便宜了 不要再沾我的光 他就不认为说他还沾了全国的光 他不这么认为 那现在好了 大家就不宠着你了 大家就冷落你了 然后呢 你现在又说 深圳的发展 大家都来宠着深圳这个孩子呢 然后呢 说是现在孤立和弱化香港 说是一个有益的行为 怎么会呢 对不对 我就是很明显的能够秀出来 能够看出来香港的这种酸味 这种醋味 这难道不是香港 一些港独势力 你们自己造成的吗 对不对 我这两天呢 因为在国庆节期间 那国内呢 是过节过得是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 对吧 我经常说这个 同时呢 我就给大家对比香港的冷清 如果不是香港这么闹的话 这个十一国庆节的这个长假 那香港还不是人山人海呀 对不对 好 你说你香港你不喜欢啊 你之前也说 你太闹了 你大陆人来了 太闹了 我们不喜欢闹 我们就喜欢清静 你破坏了我们的清静 好 现在你清静了 现在你清静了 我们热闹好吧 你在一旁边 你清静去吧 你现在又觉得你受冷落 说你被弱化 对不对 你将来被弱化的时候还长着呢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